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讲什么叫做职业厂上的道德 那么无非也就是职业厂上就是劳方跟资方 那么劳方呢它永远是弱势 所以我们资方要保护劳方的权益 那么并且创造一个互信的工作环境 那么资方呢它就要这个在管理 以及这个竞争力上面去做这个依照法规等等的去做这个努力 然后提升提升你的营业额 那么对社会也是要有贡献 那么我们在学校里面学到很多东西 当然大家抄笔记啊什么的 那么你要出来社会以后呢 你就是一个社会人 当你出来社会的时候呢 台湾文化里面或者是华人的文化里面 有一个很糟糕的东西就是说 就是说喜欢去分什么先进跟后进的问题 那我在美国待了七年 这个问题在西方的社会里面它是比较没有的 也就是说民主呢 这个民主价值是一样 就是民主它是 它是要 多数人来决定 但是要保护少数人的利益 也就是说呢 你要重视人的价值 OK 所以在职业场上呢 虽然是有阶级跟工作的这个管理阶层之分 但是其实大家都是平等的 那这个是比较先进的一个工作的 这个道德的这个职场上的一些先进的文化 那么所以呢 这个就讲到了ethics 就是说职业场上其实说劳方跟资方呢 其实或者是说应征你的人 然后是被应征者 或者是受雇者呢 或者是雇佣人呢 它其实都是一个平等的关系 就像我们民主国家里面 总统其实是我们大家选出来的 他是 其实就是公务人员的公仆 就是假的 我们其实总统就是公仆的公仆嘛 对吗 那么 我给大家讲一些东西 也就是说在很多事情在发生的时候 它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说 它的这个道德 是道德观 它永远是要在站比较上面 这样才能维持我们的社会秩序 以及经济的发展 那么今天给大家看了可口可乐 它里面的一封 给它同仁的一封信 那么里面一些重点我截录给它听 这是2009年4月 它公开的一个信 它说我们呢 是存在的现在的社会呢 其实在互信方面呢 跟这个人的信心上面 其实是在历史上面来说的话是 它是用lowest 就是最低的 所以呢 它就认为说呢 可口可乐 它必须是 它的这个企业是必须建立 要再建立在互信跟这个名誉上面 也就是说消费者呢 怎么样来感受到我们的服务跟产品 那么昨天有跟大家讲到 就是有一家银行 它就是说 它的职员呢 就是其实是一个无名士 但是它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就是说 为什么不能容许它 就是因为它胁迫呢 本公司一个刚好叫 也是叫艺人的名字 然后它胁 就是说一直不断要求 甚至还说 如果你不怎么样 我就不去 还是在业务上面 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你要叫我 叫我布莱德比特 就是说夫妻的关系 就是说 它对我们这个 Angelina Jolie说 你一定要叫我布莱德比特 不然我不去 那经理来处理的也非常糟糕 第一个就是说 它说 这个 蛮没礼貌的 一进来就一直不断说什么 说是提醒 说什么国税局会来查 你干嘛干嘛的 然后就是说 好像说到国税局 就是它的御用一样 甚至因为我姐姐也是 我姐姐是那个 他自己他也知道 他因为我是第二次跟他接触 是远雄的行销副总 他居然告诉我说 远雄之前差点趴下来 远雄一个 他远雄一个案子是几百亿 他一个可能一天一个成交 就是两亿多 他说远雄差点整个趴下来 那我觉得你代表一个银行 你是只是一个分行的行长 你这样子就是破坏你的一个声誉 然后再来呢 就是在最后呢 为什么我说这个职场上 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它是一个 我其实是客气 就是跟他说客套话 说我也是蛮尊重您 就是说在台湾 也这样算是很成功 那事实上 我心里面当然是认为 我姐姐比他成功 那我不晓得他为什么会批评 我姐姐工作的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企业 然后当然我姐姐也觉得很可笑 那么他其实出来 他就是代表他们的整体银行 那我还是不公布 但是我今天再给大家重新的来讲 性骚扰防治法 第一条它里面规范说 他意思是说制定本法是为什么 第二条他就说 本法所称的性骚扰 是指性侵害犯罪以外 对他人实施违反其意愿 而与性或性别有关之行为 那么第一他说 以该他人顺服或拒绝该行为 作为其获得上司减损 与工作教育训练服务 计划活动有活动有关权益的条件 第二个是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图 画声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 或以歧视侮辱之言行 或以他法而有损害他人人格尊严 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惧感受 第一或冒犯之情境 或不当影响其工作教育训练服务计划 活动或正常生活之进行 OK那么他这里面有讲到说 机关部队学校机构或雇用人 他只要有 他是说如果有性遭遭的行为 产生时候 一窒息就要马上立即有效的 纠正跟补救措施 但是显然这个银行的行长是没做到 因为人来了 他还在我面前说 一个50岁的行长说 他在我面前很兴奋地要邀请我们公司的20几岁的一个女生出去吃饭 我觉得这个蛮丢该行的脸 我不晓得他混那么久 会不知道这个 然后我谦虚地跟他讲说 我也还有很多地方跟你学习 他居然还跟我讲说你慢慢学 这个事情因为发生之后 他的处理非常差 我也觉得很可笑 因为他跟我讲说 如果我不配合他们银行的调查 就法庭建 OK 那我当然是不会配 他的银行 他居然说他银行要来我公司里面调查这件事 有这种事吗 我当然是拒绝 你明白吗 你要是有民事各方面 你要找我谈的话 你当然是找我的律师谈 我怎么会让你进我的门呢 然后做对你有利的事 他想要把它戳戳戳戳掉 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 然后另外是在法庭上建的这个事情 各位我在洛杉矶帮我们的 过去做房地产的 出过多少次庭 你要告民事 可以啊 我们当然是法庭建 不然呢 还是哪里建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多东西就是说 大家不要以老卖老 知道吗 就是说我们 已经是一个民主发展的国家 那像这种 五十岁 像连我姐姐她 她现在 我不方便揭示她的年龄 她也需要 有时候也是要请 也是要跟我请义 我有时候也是跟她请义啊 就是说各凭本事嘛 但是你不要就是说 坐井观天 就是说好像一个小青蛙 在那个井里面 看到只有这么大天 我就说 坦白讲我虽然是说现在三十九岁 其实我跑遍世界各地 就是说收支各个地方的这个经济文化跟法律 所以我想你不谦虚也不大好 那各位年轻人我特别鼓励你们就是说要能够出来 就是说为自己发声 OK 好那今天就这样子